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花莲县玉里镇 可以看到受到这个918大地震的影响 许多建筑物都受到了影响 尤其是在花莲玉里镇春日国小 校舍受损的情形是最为惨重而且惨烈的 可以看到原本左边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教学大楼 右边这边是专科教室二栋大楼 原本连通两栋大楼的这个二楼的连通道 原本是仅仅连在一起的 但是因为地震摇晃的程度实在是太过剧烈的 因此二楼直接变成了一楼 而且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钢筋水泥甚至水管 都是呈现外露的情形 因此可以想象当时地震摇晃的程度是非常剧烈的 来听一段稍早校场的访问 昨天下午到学校的时候 大概两点多其实它已经 我们那个廊道已经倒下来了 那它的受损的状况 因为这个廊道呢 它是负责连接我们的教学大楼 跟我们的风雨教室 那楼下是我们幼儿园 那那个地方刚好也是我们幼儿园活动的地方 还好是礼拜天 那如果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 孩子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除了校舍倒塌之外呢 其实在春日国小的操场当中 也可以看到民众自行搭建的这个棚子 另外呢 也可以看到在地上也铺了帆布 以及这个睡垫 昨天晚上呢 春日里的民众就是担心这余震再次发生 所以呢 纷纷都躲来了这个春日国小操场 来进行避难 而且在现场也可以看到 大家还准备自行准备了瓦斯桶 还有食物 还有水 各种不同的饮食 就是担心这地震再次发生 不敢回家入住 因此呢 纷纷都躲到春日国小的操场这边 来进行避难的动作 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因为地震嘛 然后很多柜子都倒掉了 然后也是很怕 然后才过来的 就搭帐篷啊 或是随着木屋啊 或是如果突然下雨的话 可能会躲到这里 或是车上 好的 可以看到春日国小这边 受到地震的影响 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那么除了春日国小之外呢 其实花莲总共有35处的学校 其实校舍也是有损毁的情形 也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呢 因此花莲 玉礼 副礼 及灼溪这三个地方 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因此学生是不需要到学校来上课 但是呢 这个春日国小这边的校长也表示了 教职人员今天还是会照常的 来到学校 来做一些恢复校舍 清理的一些动作 也希望能够尽快 恢复原先的生活 以上是目前在花莲玉礼 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所以 你